天珠到底是什么?为什么说现在的天珠都是假货呢? 三千万年以前,西藏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, 真正的天珠就是这海中的罗类化石,经过一万年的演变、浴化而形成的。 古老的西藏人民发现,把这种化石顺着纹理打磨成珠子, 格外的顺眼,戴在身上高端,大气,上档次。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化石的成分不够稳定,一个个的都开裂破碎, 而且海螺化石不可再生,找不到制作的材料了, 但是还想带,咋整呢?造假吧? 于是找到了一种替代品,一种含有预质和玛瑙成分的九眼石叶岩, 通过特殊物质对玛瑙表面进行石化处理, 再经过高温烧制,使珠子整体呈现出特定的纹饰。 这种通过特殊手段处理的假珠子,慢慢的也开始被人们接受了, 但是掌握这种造假工艺的人非常少,又不肯将此技术外传。 终于到了唐代的时候,这些人一个个的全都守着秘密入土了, 古法工艺制作宝珠的手艺也失传了。 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台湾省人们发现, 这种玛瑙宝珠有炒作的价值,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仿制, 并给它启名为天珠。 从港台到内地,天珠市场逐渐火热起来, 天珠这个叫法才流传开来。 我们看到天珠上面有很多几何图案, 这些图案代表着不同的含义, 比如这种圆圈就代表眼睛, 一个圈就是一个眼,两个圈就是两个眼, 但并不是说眼越多越珍贵。 大家都知道, 酒这个数字,在佛教里代表至高无上, 所以九眼天珠被奉为天珠中的极品。 据说全球仅存有四颗或真价实的九眼天珠, 其中三颗在西藏大招寺释迦牟尼佛像的头冠上, 另外一颗在功夫巨星里连接的脖子里, 有人就说了, 我从某宝上面,几千,几百,甚至几十, 就能买一颗和它一模一样的珠子。 醒醒吧兄弟, 人家那是唐代以前用古法工艺制作的, 你那是啥呀? 天珠在文丸圈里可是担价极高的文丸, 每一颗留存至今的天珠都经过了上千年的传承, 如果你想着花便宜钱, 能捡得漏啥的, 我奉劝你一句, 还是洗洗睡吧。 哦, 嗯, 嗯, 嗯,